作為一個女性的社員創作者 在這樣子的環境 尤其是在大學的這樣子的環境之中 你是有什麼樣 要怎麼 你需要調適嗎 調整還是 會是一個很顯著的一個 一個 一種 影響你思考跟創作的一個氣氛嗎 嗯 可是因為我覺得首先正大其實算是一個女校 我覺得 這也傳聞是說 正大的男生有一半的人是 OK 對然後反正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正大沒有給我很陽剛的氣氛 連同縮小到社團 但是社團確實女生當時比較少的 對然後 可是我覺得如果講到標籤這一題 比起貼正大黑鷹的標籤 我覺得大家比較會把我貼 我覺得我是一個女生的標籤 才女 但是我有點覺得 啊我就是女生 就是如果看不出來想要貼標籤嗎 但是你看不出來我是女生的話 我會有一點難過 對所以 所以其實 其實我覺得在裡面 呃 有優 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其實 比較現實一點就是 呃 因為女生就比較少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喔好像有一點特別 喔 會特別留意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不是因為 我是一個財女 我覺得就是因為在這麼多男生裡面只有一個女生 你太淺取了 就會 被看到 所以 算是蠻幸運的 OK 對 哇 你要呼應主題 對 謝謝前進完全帶到我接下來最後要問的一個問題了 也是今天這一個講座的主題 我們是幸運的 是幸運的